嗨大家,這是我,羅文煌 然後首先你們先炒肉,然後炒熟 然後我會加豆瓣醬 所以豆瓣醬基本上,哈哈豆瓣醬是我新試的 我沒有試過,所以我想試試看他好不好 不然一般來講,我對豆瓣醬還蠻挑戰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好吃的豆瓣醬會做出很好吃的麻婆豆腐 然後我會加個三大匙 因為我們家吃蠻辣的 所以你知道,就是剛剛三大匙掉下去了 所以我們家一般是三大匙的辣度 然後我會把它炒香之後 我真的,我發現我只會懶人料理 我是一個只會懶人料理的人 等一下,我要把我鏡頭調一下 這樣子我才不用一邊煮飯一邊跟大家講話 等一下喔,等我一下 好,鏡頭調好了,然後我現在要加水 我水基本上都加自己高興 所以加我覺得量差不多的 就好了 然後再接下來我會放雞粉 就是這個牌子,我通常不是這個牌子 我是另外一個離錦記的牌子 不過這個牌子也OK,我會加個大概一匙吧 然後你們自己可以試味道 因為覺得太鹹太淡了,你們自己試味道 不過就像班族我說 嗯,我覺得這個鹹度剛剛好 呵呵呵 然後我會勾芡 有班族我做菜沒有很麻煩的事情 我勾芡完之後 我通常會先勾芡再把豆腐下下去 要不然我再勾芡 豆腐先下去再勾芡的時候 勾芡有些時候會 呃,不太均勻你知道嗎 呵呵 對啊,後面後面是當你知道 培乘品 呵呵 然後勾芡下去 然後這樣子你可以再讓它勾勾一點沒有關係 呵呵呵 可是基本上勾芡好了之後呢 我會要一塊嫩豆腐 我們家是用嫩豆腐 然後我會把嫩豆腐切成這樣子 然後把水瀝乾 然後瀝乾之後倒下去 然後基本上啊 煮開了 只要水煮開了 這一道菜就完成了 呵呵 所以 我 你們知道我真的是一個很懶的 很懶 我是一個很懶的廚師 然後最後就是再加一點點香油 加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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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後這一道菜就好了 然後基本上因為我家女兒不吃青蔥 所以我們不會放青蔥 我們青蔥會另外放 就是 其他人想吃的時候就少起來就是另外放 不過基本上這一道菜就已經完成了 對 無論如何 哈哈 我的料理時間都是 時間還蠻短的 就像我說 因為我的小孩子進進出出的 然後 通常這段時間他們有時候要去練排球或是幹嘛 所以是沒什麼時間煮飯的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一道料理他們是每週吃 每週都要吃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就導致於說班主我煮他的速度又特別快 不過 大家有興趣的 覺得麻婆豆腐很難煮 其實 我個人覺得還蠻簡單的啦 重要的 重要的 好吃的麻婆豆腐 決定在你的 辣豆瓣醬 所以你的辣豆瓣醬只要好吃 其實你的麻婆豆腐煮起來都還蠻好吃的 等一下我嚐一口味道 所以我覺得啊 這個鋼三 這個鋼三排的 哈哈豆瓣醬還不錯吃 呵呵呵 它煮起來還蠻有我們家 平常在吃的那個味道 不過 好 很快上來直播跟大家看 如果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很懶的話 然後我不知道該煮什麼你喜歡吃辣的話 這一道 簡單的麻婆豆腐料理就完成了 好 先這樣 掰掰 我想要說掰掰要說正面說掰掰 掰掰